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杨风,从2000年以来,这20年间, 台湾的科技业,在美国所涉及的诉讼案,几乎是无意不败。 更惨的是,最近一次的判决结果,不只是罚金很重, 公司的资产,还被法院勒令,要移交给对方的公司。 另外,还有公司的高级主管,被判决坐牢, 在美国吃了6年的饶饭,台湾的企业是怎么了? 还是说,台湾科技产业,受到美国不公平的对待? 谁又能够为台湾科技业出头,声冤? 台湾广达集团旗下的光碟机大厂,广名光电公司, 涉及到一种在美国的光碟机限制价格,的反托拉斯诉讼案, 广达电脑,是全有排名前几名的,笔记型电脑, 研发,设计,制造公司,在过去,也帮许多世界大厂,代工生产, 许多个人电脑,伺服器,还有手机,广达是全球500大公司, 在我身后的背景,就是一个放大的光碟机。 大家可能会说,都什么时代了? 现在,没有很多人在用光碟机了,大家都是用云端,现在是云时代。 怎么还会有光碟机设备的垄断案子呢? 这冤不冤呢? 看起来,这像是一桩现代版的六月雪,痘儿生命案。 很不幸的,这还真的发生了。 根据美国彭博社的报道, 台湾广名光电公司,在美国上诉法庭, 被法官勒令,交出几乎所有公司的资产,包括了现金,工厂,专利权。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判决相当的严厉,几乎是把整个公司的资产,都判给对方来处理。 这一次的判决,是为了履行,在去年2019年的反托拉斯诉讼案中, 广民败诉了,必须要赔偿对方4.39亿美元,理由是,广民未能够及时提交8500万美元的保证金。 从这里可以看到,广民因为没有遵从法院的命令,及时提交保证金, 于是法院的判决,就等同于将公司收押, 然后把公司、工厂和专利,都交给诉讼方的惠普,来处置财产。 在这一点上,可能是广民的失误,广民公司大概不晓得美国法院的厉害, 也不十分明了,美国的司法,能够把手伸得这么长。 另外,广民还用上了新冠疫情作为理由,由于疫情的缘故, 公司的人员,被限制在台湾和中国旅行, 所以,用这个理由,作为没有办法及时提交保证金给法院。 坦白说,这个理由,美国法院是很难接受,非但不会接受, 美国法院可能还会认为,广民是在蔑视法院的命令, 是在蔑视法院的判决。 美国上诉法院法官认为,就是在疫情期间, 也不需要这么久的时间,来提交保证金。 结果广民在上诉法院的判决,不但没有得到更好的结果, 反而被上诉法庭,把公司几乎都判给了对方。 广民的案子,已经都到了上诉法庭了,广民还能够有多少机会呢? 跟各位朋友介绍一下,美国联邦法院的系统。 美国联邦法院系统,有三个主要级别,第一个是地区法院,这是出审法院,District Court。 第二级是巡回法院,这是第一级的上诉,Circuit Court。 然后,最后一个是美国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全美国有94个地方法院,13个巡回法院,和一个最高法院。 所以,广民的选择不多,最后只能够再上诉到最高法院。 但是,按照过去的网例,在上诉法院,成功的机会会比较高, 在最高法院,成功的机会,相对就低多了。 在广民的申辩当中,的确有一条值得胜失的。 广民公司的申辩,是这样的。 台湾法律对于上市公司的资产转移,也是有规定的。 广民认为说,美国相关法院,也应该尊重国际履浪。 广民还同时要求,惠普在台湾的法院,能够确认这个判决。 但是,广民的申辩,被美国上诉法院,也驳回来。 我们再打一个比方。 如果广民也在台湾打官司,我们知道,在本地打官司的话,具有主场优势。 而台湾法院的判决,推翻了美国法院的判决。 或者是,台湾法院的判决,出现了跟美国法院不一样的判决。 那么,会怎么样? 我们再讲明白一点。 美国法院通常是我做出的判决,就算。 美国法院不是很在乎国外法院的判决。 我们从过往的案例来看,有关跨国企业法律纠纷,除了欧洲法院的判决,对美国的跨国企业会有影响之外,其他都很少。 举一个例子,欧洲从1990年代以来,就曾经对美国的跨国大企业,做出反弩断的调查, 这包括了,微软,谷歌,英特尔这些大公司,这几年,也偶尔会听闻到,北京处罚跨国企业,在中国不当营业的案例出来。 总的来说,目前敢于对跨国企业做出处罚的,也只有美国,欧盟,还有中国大陆,这是依照次序来的。 连日本都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对美国,或者是欧盟的公司,实施反弩断调查,或者是惩罚。 欧盟就时常以反弩断法,给美国的大型跨国企业,做出偏价的罚单,而且往往都是10亿美元以上的罚单。 杨峰称之为,欧盟是向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抽税。 再提一个案例,2006年年底,美国司法部,还有欧盟贸易委员会,开始调查日本,韩国,还有台湾的面板厂商。 其中包括了,韩国的三星,日本的夏浦,SHOP,现在SHOP是归属于鸿海集团所有。 还有台湾的友达奇美店,这两家公司。 友达奇美店,是台湾最大的两家面板厂商。 后来在2009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奇美店卖给了鸿海集团。 简单地说,这些公司,当时都是全球最大的面板生产商。 经过一番调查之后,这些公司就被控诉,垄断,以及操纵面板价格。 除了意外的,三星抢先认罪,并且当起了污点证人,把其他几个面板业同行,一个个拖下水。 其实,三星才是全球最大的面板生产商。 三星生产了各种各样的面板,包括手机,电视面板,还有电脑屏幕,以及LED。 结果三星所受到的惩罚是最小,而台湾方面就很惨了。 奇美店的副董事长何昭阳,还有友达的第二把手,陈炫斌,都被判刑入狱。 何昭阳服刑369天,超过了一年。 而陈炫斌是最惨的,他坚决不认罪。 结果他是两次入狱,总共服刑6年半,还曾经一度小中风。 陈炫斌在2018年出狱,他写了一本书,《旷野逆转,恩典香水》。 这是有关于他在美国狱中服刑2343天的告白。 和韩国日本的面板厂商相比,台湾是最弱的。 因为台湾的面板厂商只能做中下游,缺乏上游面板的制造能力。 上游的面板,主要是仰赖美国的康宁公司。 而日本有自己的上游厂商,韩国三星也远远胜过台湾。 台湾,不论是在市场占有率,价格成本,和技术上,都比不上韩国的三星和油机。 但结果却是最惨的。 那么,我们要如何来评论,这到底公不公平,公不公道? 这几家大型面板厂商,肯定是有能力来操纵市场的价格。 三星就因此而认罪。 但是,台湾的友达和奇美电,这是最不具备操控市场价格能力的厂商。 但是,他们所受到的惩罚,他们的行责,却是最为严重。 相比之下,美国几个大型反垄断法,所做出的判决,多数是罚钱了事。 但是,像台湾这样,不但被罚重金,而且高管还得要坐牢,这是比较少见的。 从这里,可以有一个体论,台湾的企业,可能不是很熟悉,美国的反垄断法,美国的法律,以及在美国,要如何打官司。 也可能不是很清楚,美国法院判决的威力。 如果法院判决你,要交保证金,其实你就乖乖地交保证金。 韩国的三星,在美国就有律师团队,十多年前,三星与苹果打官司,苹果控诉三星手机侵权。 三星在美国,就雇佣了许多的人,除了专业的律师团队之外,还有不少商业上的分析师。 官司打了好几年,互有胜负,最后两家公司是和解两事。 我相信,一些台湾的科技厂商,肯定聘有一些专业的律师。 但是,不要说跟美国大企业来比,跟三星的聘用规模,也是远远不能相比的。 只要是跨国企业,如果具有一定的规模,就应该聘任好的律师。 并且,不是只有在打官司的时候,才花钱请律师。 在平常的时候,就要注意,要有律师团队,一旦打起官司来,公司内部的电子邮件,也会被美国法院搜查,作为证据。 要特别声明一下,美国的反垄断法,不是只针对外国的企业。 美国对自己国内的大型企业,也抓得很凶。 在过去,最著名的就有AT&D的反垄断,还有微软,都收到反垄断法,早上门来。 前几天,全球汽车界的贵族,特斯拉老板马斯克,就放出风声,他大声呼吁,是时候分拆亚马逊。 另外,台湾的厂商,可能也是对于美国的市场过于依赖。 当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台湾的市场小。 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与建议。 台湾的厂商,必须要聘用好的律师团队,得要舍着花钱,在这方面,绝对不能够省钱。 并且是,平常就要注意,在市场行销,还有价格定位上,都尽可能能够咨询律师。 至于是否公平,在考量依赖人家的市场,又没有能力,对人家实施报复的情形之下, 就只能够要求自己,小心一些。 举一个例子,欧盟国家,这两三年来,要对美国大型网路科技公司, 比如说,亚马逊,谷歌,还有脸书这些公司,征收数字税。 川普就因此而扬言,如果你敢征收我的数字税,那么,我一定会报复。 欧盟和美国,都是有能力,相互报复的。 这里是杨风时评,提醒您,打开视频右下方的小铃铛。 这样,您才能够收到新节目的通知。 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